请听题,如果你是个营销人员,你觉得市场调查和市场方案哪一个更重要? 如果说都重要,就是职场老游子。 如果说市场方案重要,那就是职场新人。 因为正确答案是市场调查,一一提到做调查,仿佛就是件不酷炫的事情。 为啥呢?因为都是体裂过,比如去查资料,做问卷表,打客服电话等等工作。 这哪里是个毛氏该干的事情? 我们印象中的毛氏就是稳坐将军战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之外。 如此确实很水,但那其实都是影视文学里作者们脑补的画面。 如果一个毛氏,不管你是古代的军师,还是现代的营销人, 如果你对外界的信息一无所知,仅靠装甩,那是没用的。 最多算是猪头军师,pose摆得不错,但只是好看而已。 所以,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没有调查就没有谋划。 二在职场上,也是如此。 如果你对别人一无所知的话,你随时可能被人按在地上磨。 咋,我们来讲个故事,草野下情操,我们来学习一下,看干冒和毛氏,佐诚是怎么算计张一的。 在这场博弈中,不管是干冒,佐诚,还是张一都是老胡蝶,聪明人。 话说有一次张一想做业绩,提出让大型公司战略投资卫国公司,作为高管干冒,是打算跟张一唱反调的。 一般而言,职场对手就是这样,你赞成的我就反对,你反对的我就赞成。 这时候,佐诚就去跟干冒献策,咱们这次不如赞成张一。 甘冒觉得奇怪问,凭什么?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不舒服。 哦,不,为了大型基业,佐诚做了个分析说,你看看,如果这次投资亏着,卫国那边一旦亏损,首要责任人就是张一。 给咱们公司造成那么大损失,他小子还敢回来吗? 他一走,你就没了对手,何乐而不为呢? 甘冒忧虑地说,万一这次投资,投对了杂志,我能眼睁睁看这小子做业绩。 佐诚说,卫国公司盈利了,也没关系。 因为卫国,老板到时候完命地拉拢张一。 到时候,咱们再放风说,张一是卫国的探索,身在秦营新代位,张一本来就是卫国人。 到时候看他怎么辩驳,毕竟这笔投资,卫国占了好处,他张一嘴吧,说,破皮也没用。 到时候,甘大人,您可就是大红人了,义人之下万人之上。 甘冒会这么做吗? 我猜是会的。 因为这场博弈,他是最大获益人,也是最优解。 现在看懂,啥是最优解了吧? 为什么佐诚会得出这么一个策略呢? 人于第一句,张一欲假秦冰已就位。 佐诚清楚地明白张一的策略,想借秦冰去营救卫国。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,所以我们改成了投资,意思是一样的。 所以,佐诚的说辞和谋略,是建立在知晓张一策略的基础上的,因为他了解张一的真实想法。 三,我们身边总会有很多老狐狸,他们仿佛非常精通算计,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? 其实是因为他们懂得调查研究,就如鬼谷子说的,非。 喘情,隐匿无所所知,死谋之本也。 啥意思呢? 没有做研究调查,就不能发现隐藏的事情,就没办法了解别人。 所以鬼谷子认为,喘情,也就是调查研究,才是谋划的根本。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,是那些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的人。